呛呛三人行 这一回可能让生俩孩子了 不是 我这么说 年年都在有传说 有的时候这种传说 官方的对应 你也能看出 好像他们也在犹豫这事 年年年都在说 不能再只能生一个孩子了 生俩孩子 又声明说 没有我们维持现行政策不变 是吧 但是有迹象表明 11月2号的 有这么一个 全国有20多个顶尖的人口学者 最近就在研究 出来了这么一个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一份人口形势的变化 和人口政策的调整 多位课题组人员明确提出 中国的人口政策 亟待转向 尤其是生育政策应该调整 指向中国应废止 独生子女政策 放开二胎政策 然后我再给你往下念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呼声高 是建立在今年7月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设 什么发展研究部的一份公开建议上 按照当时的说法是 什么问题 目前人口红利加速消失 老龄化加速 还有未来可能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将成为新的重大挑战 可考虑全面放开二胎 否则越晚越被动 这些信息你觉得是什么情况 我反正觉得这事要慎重 我觉得很难 我可能说这话有点就不合乎 普世价值吧 我不知道怎么说 但是我觉得这个计划生育 中国的计划生育 真的是有中国特殊的国情 你这种爆炸式的人口增长 非常危险 我们从历史上多次看那天 跟冯小刚还谈到这个 就说其实历史上就比如说 每一次人口爆炸式增长以后 这个土地的承受量就到了极限 他最后以前是因为天灾 或者人祸或者怎么样 他就最后只好人口 就被迫又下降到原点 我们现在虽然是 你现在是高科技什么等等 但是这个承受力的资源 还是有限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特殊的国情 还在于就是说 你一放开以后 首先大批的这种 要多生大生的人 其实有可能是 恰恰是那些 比如说重男轻女的 赶快放开生 你知道吗 或者反而是这种高教育 什么高收入人 其实他很算计的 他很讲究生活质量 我这个小孩要多少多少 钱我才能负担 这些人倒不会因为你放开 他就放开生了 所以最后你可能这个失衡 你是不可想象的 不像在比如说在日本 你放开可能是一个效果 在中国另一个效果 一个样板就是印度 国土只有中国三分之一 人口已经12亿 很快就超过中国 你这种 我们这种 他们红利大 我觉得这要细数 他们都不干活 红利大 而且我们这个 就是说我们已经谈了很久 要这个产业升级 你老要靠这种人口红利 是一种劳动力密集型的 低端的靠人工来打的 我觉得这个时候够差不多了 中国的其实这种普及教育 是比印度做的好的 你有这个前提慢慢一点点 但是现在 你知道他们说有人 实际在一个地方做实验 就是说有一个叫什么的 我忘了 说前些年给胡耀邦他上面写过信 所以决定在山西的一个地方 应该是试点 试点很成功 就是说他提出的就是什么 不用只能生一个 可以生两个 但是提倡晚婚晚育 和两个之间隔开一定的年限 所以咱们国家就有搞试点的地方 这个地方到现在 就是人口增长率是理想的 是理想的 就是证明 而且比如说有的农妇 真的就是选择生一个 生一个 比如说他可以一个月领100块钱 就是独生子女的补助 就用这种方式来进行 我赞成这种微调局部开始 这中国整个改革开放的模式 就是这样吗 你从特区开始 先试点 然后逐渐推行 这种务实的 不要呼啦一下大跃进 一下一个大掉头 你这么大一艘船 你掉头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弄好就翻船了 薛老师这个是怎么办了 我们以前讲 我上次有次讲过 旧石器时代 人不是母亲 不是要把自己小孩杀掉吗 对 就是人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就会自动调节人口 其实这个道理到今天社会一样 我们的计划生育 还是这个道理 你仔细想想 从旧石器到现在 人类过了多少万年了 其实这个道理一样 就在你吃的东西 是一个定量的情况下 你的人口也得是一个定量 否则的话 你就要么你扩大你的领土 要么你要 要么你要科技有突破猛进 要不然我 我自己觉得 我的 我这个要 他们做专门做研究的人 我没有发言权 但是就我感性的 碰到的经验来说 都生的 想生的都生的 没错 有谁没生啊 有钱的都生的 还生到香港去呢 他才不怕罚钱呢 是 基本上有钱的 你去统计一下 干部 你去统计一下 没错 然后农村 想生的 就是要争儿子的 但不管怎么说 我们的 你知道当年 这个马云初说的 马云初为什么提出这个 就是当时 他是1953年 他说要 当时他发现 每年人口增加 好像1300多万 所以他就意识到这一点 他就警告说 照这个速度增加下去 50年后 就他们现在了 50年后 会达到中国人口26亿 可是实际上 现在 你不能说 他计划生育政策不成功 他控制在了 是成功的 我讲的 26亿 那你又说都生 都生 那是 就是说 有一部分人是生 都生的 就是有一部分人超过的 其实这个现象 已经很普遍了 但是事实上 他的总体政策来讲 他现在还是把人口 控制在这么一个程度上 那绝对是 我觉得从大局上讲 他是比较成功的 你说的这个 个别的肯定有 而且有些 有优势的 比如我知道 我的这个 曾经的一个 终点工 他是那种 河南驻马店的地方来 他说 他 我说你倒是就生一个 就不生了 而且他没有 重男轻女 他到城市来打工 他说可是我们那的书记 什么队长 他们家一生生五个 我说啊 他说他 我说他怎么搞 这计划生意 但是他就有办法 他交罚款也好 他就要等这个儿子 生了四个女的 他不行 还要生 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两难的 首先现在这个政策呢 他在有效控制的情况下 其实很多部门 拿这个东西生财的 对 你知道 你这个罚钱 这个是很多部门 说实在话 主管的部门 才不愿意你这个政策取消呢 你要放开了 他们就等于一个房产税都没了 人口税没了 其实应该调的是这个 就是执行上的问题 你不要搞得 一个是很强硬 我从你他说的 你这个一步放开 我也听到消息说 15年以后全部二胎 全部都有传说 有传说15年以后全部二胎 乍一听是很得人心 但是你等到下一步 而且这个话说起来是很矛盾的 我们不能说农村的人口 就是不好的 就是质量低的 但是实际上 你的确出现这样的问题 中国接下来 他们说发展要靠三个 一个是从出口型社会 要转到消费型社会 第二个是从制造型社会 要转到创意型社会 第三个是政治制度 要跟着经济制度一起改革 那你想所有这些都指向 我们对劳动力的定义 要宽泛化 不能只想到 他们在富士康里这样 不能想象20年30年后 我们的小孩 中国的大量的年轻人 还是在富士康里边 几十万人挤在一起 这样的 这是我们中国的 红利的发展 我觉得要是这样的话 我们中国整个全土 也不可能了 因为农二代 他们的对生活的期待和想象 已经跟他们的父母不一样了 你再搞出一大堆 你早就玩iPhone5了 已经和现实不合了 但是我觉得 在这种计划生意大前提的情况下 这个执行的手段 你的确要更细 所以你说这个 你动不动就千牛八房 我觉得这形象也很糟糕 但是我觉得呢 就要不说莫言呢 咱们那天说莫言 为了他得诺贝尔奖啊 我倒多看了一小说 就是他写这 告别魔幻现实主义 他写这 挖 对吧 我主要是觉得 看他这个小说 我就觉得 的确 就是说中国这个计划生育 实际是很两难的 所以你看 要不说王猛那个时候说 说文学是干什么用的 说能说清楚的事 就文学没用 说不清楚的事 文学就有用了 就会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中国的这种两难 就刚才咱们说的 成功的把人口控制在了十几 十几亿 没有像马云初原来算的到26亿 这某种程度上也是为全世界做一份功德 对吗 可是输出革命 不输出饥饿 可是输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这个代价经济学家算了很多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文学家就会告诉我们 这个付的这个灵魂的代价 这个灵魂你比如说他的小说里写到的这个情节 现实里有没有呢 对吧 就你不要光说他这个寄生干部是这个收钱的干嘛 中国永远有这种事 但是呢 我还是说那句话 他基本上成功的把人口控制了 这个他是靠着千千万万 基层的这些个寄生的人员 但是呢 甚至是用着 用粗糙的手段 甚至是非人性的 对 就是说你看他小说里写到的情节 那家伙到了要命的节骨眼啊 我这个村里绝不能增加一计划生意指标 就是什么呢 就是堵在门里头的 对 没生的就隐产 弄死你 对 你知道吗 生出来的那就是生出来 生 因为孩子落地 这不能动了 就算你偷 所以为什么追啊 抢跑啊 就是这个而且 他这个文学里有很多很好的 实际上 你比如说像那个侯卫东官场笔记 你说我有时候还爱看一些官场小说 他这 而且他都是过来人写的 他写这个侯卫东从大学毕业以后 到一个小镇上 青林镇上去 然后他就从一个学生 根本不了解基层的角度 就了解了基层干部的难处 包括这个寄生办 最后他就是说一个超生了 谁家超生 然后全部出动 从派出所的要在后边 对不对 前面先要说服 他不是就是上去就你知道就千牛八房的 实际上他要苦口薄心 先要说服你是实在不行 然后那边呢 又村民又怎么怎么样了 就看着这一家 而且你要两边 话要两边说 有些这个超生的 我们是觉得同情 他在官府面前一定是弱者 对吧 但是也真有不讲理的 你知道吗 你这刁民这事不是说都是编造出来的 这有啊 你没法讲理了 最后你只好上兵了 就最后就把这个人给捆了 或者你就得出钱 是啊 就是说你知道还有一个什么事 就是香港前两年 有这么一事的 就是这个人呢 是个香港孕妇 香港孕妇原籍在大陆 回老家 回老家 怀着一遍六七个月 半夜光光光去敲门 说是寄生干部 拉你去堕胎 是吧 他说我是香港人呢 那边说 在门外头说 香港也是祖国的一部分 拉你就要去做 第一次打电话给香港入境处 你知道吗 这事 报警 真事 报警 到最后警察来了 他才把他一直锁着家里门 才把门打开 一打开八个寄生干部 咱们要接着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携手清风 能源 大地 净水 踏上旅程 让自然携手科技 让幸福在城市盛开 新生和谐 新创幸福 日历 你我的现在 世界的未来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 好变频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回到这片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国度 我的上层游艇人生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所以为什么说 就说这个中华民族 老实就说是 哎呀 就让人觉得特别 没法弄 你知道吗 就是他 哎 我觉得你说莫言 包括啊 他写这个小说啊 他对农民是非常了解的 对吗 你像说 你说知识分子 咱就说啊 你能温柔一点 你讲人权 你不要跟这个农民 这个动粗的 对吧 可是你知道 这个真打起交道来的时候啊 如果上 你看 我觉得咱们中国 经常就是这种问题 就是说 这基层干部 恨不能都把你抓监狱去了 可是指标上边下来的指标是死的 你要完不成 丢掉乌纱帽吧 对不对 那么 那么他要完成 你知道吗 这就让我想起 有时候你说城管 全国人民都在骂城管 城管是第一线 对吧 如果你说这小贩就绝不能在这 要不然你城管就吵了你 或者怎么着 你说他 小贩如果不听呢 对 他怎么办 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就是道理 我们认为是同意的 理性上你认为是对的 他在手法是粗糙的 所以你在 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你作为旁观者 你就特别的纠结 但是我要说一句 蛙呢 其实不单是写这个 他计划生育只是 他的一条情节线 他真的内容呢 是写两个时代 他写了两个时代 不同的计划生育法 他在前一个时代 就文革那个时候 你看他里边那个姑姑吧 他不是就是狠狠的吗 后来几千个女的都被他弄掉 他自己是一个悲惨 他爱上了一个小伙子 那小伙子就当空军驾驶员 叛逃到台湾去 他就变反革命 他就变反革命 然后又传他跟一个干部什么 有私情 其实根本没有 结果那个干部受不了批斗 就承认了 你想那个女的多冤 那刺激多厉害 他就受了这个刺激 他这个内分辨 那个波伊德 他然后把那个仇恨 把那些东西都放在 他的计划生育工作里边 所以他讲的是 在阶级斗争的年代 计划生育怎么以阶级 所以他后来三条人命 都在他手上 一个是地主的一个媳妇 被他们追到水里 最后河水红了 就在水里边 然后还有一个 一个沉鼻的一个 就往小的 那个很小的女孩 对不对 他也是这么生下来 你说这个小说能改变成电影吗 现在不都是兴起时髦吗 说莫言德那边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我觉得这个可以 生子疲劳会难 但这个就是 这个改变成电影呢 就有一个 它的主线都好办 但是难度是 就是计划生育这个政策问题 而且我觉得 他的这篇小说视觉性 没有那个前面 就是那红高粱什么那些 那么强 很厉害哦 那几个女的 他不是他比如说 他可能不是一项 某类导演这种拍 像张艺谋啊 或者什么 就是你要很 很强烈的这种 视觉的效果的 视觉盛宴的 这些你能想象挖吗 不可能 我觉得不好 不是很好拍 我感觉 然后呢 他讲到后半部分呢 他就讲现在这个 讲前的社会 他不是有那个研究中心吗 对对对 代孕 代孕 所以他其实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之前的计划生育呢 是阶级分别 你成分不好的 就严格处理 现在的计划生育呢 有钱的就合算 还是阶级分别 你说他是里边 就所谓说 拷问灵魂啊 实际我好像听说啊 这是莫言自己的 一个亲身的一个经验 就是说呢 他那个时候在部队 也是当兵啊 当个小排长 小干部什么的 那个太太 也是可以生第二个的 但是就是小说里 写到的很真实 但是当时部队里 就是说 你老婆生了第二个孩子 你开除党籍啊 他里边那个男主人公 就是这样嘛 那么对 他就是这个是 他自己亲身经理 亲身经理打胎嘛 对 那么最后呢 就活活就不要了这个孩子 不要这个孩子 但是很多年之后啊 要不说 这作家就是个自虐的职业嘛 自己反思自个灵魂 说当时还理直气壮 说这是国家政策啊 享用国家政策啊 就是扼杀了自己的婴儿 对吧 但是现在啊 午夜梦回的时候 想想 自己是为了 不要丢掉这个党政啊 不要丢掉这个官啊 扼杀了自己的孩子 对 那这个心灵 这个就所谓拷问灵魂嘛 对 是是是 这个他就是 往里走的东西 其实有时候电影 不是太好拍 你知道吗 他就比如人物 有了有了心理活动 我觉得 有了性格 他就不是光是一个情节的铺展 你从情节的铺展 这个他这个 他这个小时候 我觉得这些都还好办 好 男是男在 如果他拍电影的话 男是男在 计划生育的这个政策性 因为他拍出来 观众啊 一定会同情 就是被强迫 计划生育的这些人 觉得他们是牺牲品 那这样同情完了以后 那个老百姓 现在看完了以后 对计划生育这个政策 就咬牙切齿了 那所以这个片子通不过 这个真是一个 除非15年 为何政策 你说 他这个 这要是美国 假如说美国变了中国 你美国能怎么办 就是你这么多人口 得溜溜就能增加到26个亿 没错 你采取这个 美国人多讲人权呢 敢拦着我伤孩子 可是你怎么办呢 他就是这样子说话不腰疼了 我跟你说 那天咱们还谈到就是说 中国人因为落后以后 老检讨我们的民族性 就觉得这个民族 就是怎么低略 怎么建 我告诉你 我其实是一个地理文化 决定论者 你不管你是白人 你也别吹牛 你放到这么一个地理 环境里边 在什么土地上 你在这个土地上 生产这些古物 这个季节 出来的这个人 就是这样子的 他在这个人上面 建立的一套文化和政治制度 你甭吹牛 你到这儿 你白人到这儿 比中国人好不到哪去 中国人非常聪明的 一样变黄了 一样变黄了 那肯定的 变黄变贬了 变戏惑了 对对 没错 所以他就是 这个一方水土 一方人物 从这点上讲 我觉得其实 你这个计划生育政策 你真是隔山 就是你看不明白 真的只有人身在其中 你知道它的复杂 它的难度 你隔一个 咱们前一期说 说那个钓鱼岛的事情 日本人就在隔壁 他也看不明白 我后来才知道 这个日本 我有一个日本朋友 他就解释 他说你说 为什么这个日本的右派 现在有点民意基础了 都要买倒 因为他们看了 这个中国人有这种 抗暴力执法 就城管啊 或者什么 就哎呀 中国人就不 就一个小摊就敢抄袋刀 就敢拼 什么那个中国渔船船长 说的这个军艇都出现了 他们执法的去了 这船长还很刚硬啊 说每 日本人一看就 吓得呆了 敢拼 这么敢拼 这还得了 这么暴力 说我们这个法律员呢 简直就是马上 你就 他有一个 就是服从法律的 这么一个天性 你知道 他这个民族 咱们那个国内网友 当时是有这个部署啊 说要派城管上钓鱼岛 对 所以这叫我 枪枪三远行广告之后见 林乌燃岛 新西兰发生逾奇事件 特级乳牛 莫名失踪 真相是什么 密切留意 选择节能 选择安全 热水器升级换代 我选领导品牌 美帝空气能热水机 列入国家节能汇民工程 空气能 选美帝 行动 一切皆有可能 全新一代中级作家 Elan川浪动 震撼上市 浪于心 动于行 Impossible 北京现代 禀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雪 采如极之水 汇圆酒精 年份软浆 五井共酒 那徐老师你说啊 一个孩子要不要有个伴 希望有 这是很理想的 两个三个都是好的 问题是咱们这片土地 咱们的祖先已经有这么多人了 生多粥少 这个归根结底啊 这个经过一二两次世界大战 人类社会改变了游戏规则 以前是你只要力量强 你就可以占别人的地方 所以你的地方资源是可以变的 因此你的人口也可以变 这叫殖民 但是现在大家总结出来说 殖民会影响战争把它废了 废了在这个废的这一点上 谁占的地大谁就核算 要是我去澳洲旅行啊 我的感想就是 要是我是太空来的 我觉得地球上最不合理的 不是阶级矛盾 不是民族矛盾 就是这个人口跟地的不平衡的矛盾 凭什么你这么大块地 这么少的人 而那边这么多的人 在这么小的地 他是凭什么出来的 你想想看 平常能生 咱是女娲的后裔 他们当然了 他在澳洲的人的说法就是 你们的祖宗生了 你们以前的人生了那么多了 我们的祖宗 他没什么祖宗 他本来就没 没什么人 他本来没人 我今天去两次澳洲 去堪培拉那个一个首都 我没见着什么人 告诉你 没人 好朴素啊 原来他是英国的囚犯一批给 就是说压到那儿去了 在我们一个荒地上 你说他们觉得那个是乐园 拉开几百亿千年 我们今天这种计划生育政策 是不是很残忍 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地缘 建在地球是没办法 你不能改这个规则 但这个规则本身来说 要有2012年 要有一个外星的力量 改了它 但我觉得现在也有办法 你知道吗 这个18亿土地 这个红线不能 18多少 就是说你这耕地有限 但是呢 其实我们现在可以往外出 也不是殖民 就是到亚洲非洲去买地 种粮食 美国咱们可以买俩粥吗 对 你是有钱 他不是强力扩张了 你就去买地 你出钱 然后你种个粮食 中国人最爱干这个 你知道吗 最爱当地主了 我们要有钱 真的是应该买 他们卖不买 而且这是软性的 软性的 你不是用枪炮去打开 我有朋友就在洛尔岛 所以我觉得中国抗日的好办法 到日本买地去 对 开什么玩笑 咱们是他们地主 是吧 他们地主 咱们还是少 你们给我们打长弓 是吗 让他们当贫下争农 咱们 第二个子女 到那边去 所以你看土地嘛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棍文明启示录 我给你们看土地 我认为您是什么 我认为您走上 在这唐一看 你对话 没有 我认为您是你 您看 我认为您